各位同工大家好我是夏sir 今天这条影片我想介绍一下 AI教学的时代已经来临 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 人工智能都会继续存在 重点是我们尽量发挥AI的好处 减少它的坏处 这个才是我们做老师跟AI的相处之道 在这条影片里面 我会介绍Poll这个APP 它是一个聊天机械来的 一个AI的checkboard 我的角度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用这些工具 令我们的课室里面的教师阵容更加强大 因为过往我们经常都说 一个课室里面 只有一位老师 单打独斗 基本上他都没太多的支援 没什么support 但学生就有很多个了 每个学生都问一个问题 在一堂里面 一个老师 硬硬地要答二三十个问题 基本上老师是吃不消的 后来我们有BROD 有bring your own device 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平板电脑 或者iPad 每个学生有问题时 可以自己在iPad搜寻 一个答案回来 有个Google的search engine 某程度上 这个会减轻到老师答问题的工作量 现在时代再进一步 每个学生都可以有一个AI 聊天机下人的app 这个app还可以很贴心地 帮助学生一些学习上的困难 我们可以甚至将这个AI的checkout 这个聊天机下人 看成一个学生的个人智慧 学习伙伴 一个intelligent learning partner 实际上课室就好像多了很多的老师一样 加强了课室里面的老师的阵容 或者我们可以说老师是empower了 忽然多了很多的助手帮助学生 而这些助手绝对不简单 因为每一个背后都有AI的后盾 做支援 他的知识领域 分分钟是比老师更加广 更加深 或者更加宽 当然近两个月来大家都会在社交媒体里 经常看到关于ChatGPT的新闻 而他已经成为全世界增长速度最高的网站 基本上AI已经是势不可挡 今天我就不会介绍ChatGPT 因为这个服务基本上在香港未能正式去启用 除非你用VPN去bypass它的限制 我就不会用VPN去做这件事 我反而用了一个 在App Store正式上架的AI的ChatBot 的App 叫PoE 香港都正式用得 里面有三只机械 一个叫Sage Claude 和Dragonfly 我暂时用得最多的就是Sage 基本上可以当它是一个 OpenAI的简化版 或者ChatGPT的 简单版 要留意其实它有一个disclaimer 包括它会说错误 它会make incorrect statements 和它的资料 是update到2021年 我发现和这些ChatBot去谈 感觉就好像 跟internet去谈一样 但我用的 不是一些programming language 不是一些编程语言 是一些natural language 整个情景就相当有趣 因为你问一句它会答一句 而且答得非常make sense 我已经开始在我的课室里面 是和学生一起用 这些聊天的人 去帮助学生学习 例如 高中的ICT的课堂 例如画面所见 这可能是一条dsc的 past paper的题目 右手边和我做着编程的 就是练习的 用python 把它写出来 但是写一些program 有时真的会忘记 Python的格式 例如syntax 真的会忘记了 当有学习的困难 或者问题出现的时候 这些AI智慧型的ChatBot 就可以发挥到它的作用 因为你只需要 把问题形容 给聊天多人听 它就给到你 是几详细的答案 而且 有足够的理据和reasoning 做backup 如果你嫌它说得不够深入 你可以再追问它 它又会给一些 再深入一点的答案 给你 或者在这里 我们直接做些示范 就会更加具体 解释到这个情况 例如我一位同学 忽然想 写python的if then else 的statement 但我忘记了格式 可以直接 问这个 就是checkbook tell me how to write python if statement 问我都不用打了 不需要 这个checkbook 就会出了python里面的if then else statement 一个精简握意的说明 留意 有了syntax 有了example 这里if 代用有个冒号 else有个冒号 是绝对够用的 特别在高中里面 例如ICT科 的学生 这个是足够解决问题的 而且它和google 最大的分辨 就是google 你打这个问题 它就给了一堆网址给你 你就要自己逐个逐个开来看 有时候都挺花时间的 有时候都未必那么精准 但是这个checkbook 它给你的答案 其实是经过它的 就是curation 编排 消化 summarize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summarize 而我最欣赏它的地方 就是它不单只是给你个example 它有这个example 一些codes 的解释 你看这里 它解释 绝对 不是乱写的 这个也有个example if then else 有个relief command 那这里也有解释的 那就是 非常之那么重要 这件事 因为 不是只丢一个例子出来 它背后的原理 其实都是 对学习是相当有帮助的 如果你喜欢的答案 都可以share like 或者dislike 另外如果你再想 深入点 有个tell me more的 就是 其实都非常有用 它会给你 深入点的答案 或者给更多的例子 给你 例如这里更加深入的答案 就是 原来这里有说了 Python的if statement 有用到indentation 究竟有什么那么重要呢 要隔四个space的 就帮 那个interpreter去理解 究竟哪些code 是属于哪个blog呢 所以这里其实 它的解释 分分钟是绝对 拍得住很多教科书的 写法 为什么呢 它就是可以 贴心地 customize 内容 给用户 就是 你想要什么 它就给你那些东西 不会给多余的东西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当然AI 给你的东西 它说明不可以百分百 相信 都有机会错的 所以我们都要用人脑去判断 究竟它讲的内容 究竟 有没有 对 或者有没有 错 的地方 这个我们最后 判断的对错 始终要由我们自己去判 去决定 接着我们看另一个例子 或者我又有另一个学生 忽然间不记得 Python的random integer 怎么整 我可以 问你 例如我问他 How to write a Python program to generate random integers 即是一些随机的整数 用Python怎么写呢 好了 就完整了 这里有个例子 例如他之内 需要 import random 这个module 下面有解释 这个module 是做些什么 这里有个例子 一个random integer between one and one hundred 1至100之间 格式这么写 random.rant 括乎 100 下面也有解释 这个program 怎样写的 explanation 简单 1而精辟 下面还有另一个例子 就有一个for loop 一次过用上面的 Stament 去 gen 10个random integers Between one and one hundred 就真是帮到手的 因为 那个program的核心部份 它会 gen出来 当然 我们做老师的 给功课 以后就不需要再给这些功课 不需要 叫学生 写 program 去gen 一些random integer 出来 我们就可以 去到应用的层面 就是gen 出来的number 来做什么呢 对不对 反正这个部份 学生只需要问 那个AI 它已经会弹出来 所以这些基础的knowledge 我们将来是会较少一点 我们要学生做的功课 假设还有功课 就会做一些 更加高阶一点的 不是搬置过 只是抄写的一些功课 这个可以说是唯一的出路来的 所以如果你将我们的功课层次提高 这样 就能够使用到 AI checkbook的功能 基础的东西 留下AI去教学生 深的东西 再难的东西 就留下 老师人去教 这样我们就可以透过科技 将我们的课堂的层次 或者将学生的学习层次 再加以提升 学习层次 这就是 我们的课堂 课堂 小学习 虚宝 是 课堂的 课堂的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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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